7 在聖經中代表屬神的完全 所以每當聖經出現7這個字 或者聖經書卷出現7的章字時 都是跟屬神的完全有關 例如 神用7日創造天地 神的7眼、7靈 啟示錄的7間教會 和末世的7年大災難等等 在啟示錄裡面 主耶穌曾經用7星代表7間教會的使者 作為教會的使者 即是神家中的領袖 然而 究竟神要求他們擁有什麼質素呢? 原來7星就是卯星 也就是七姊妹星團 是金牛座的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星團 而金牛座所代表的動物 就是在聖經曾多次提到 已經絕種距今400多年 一種曾活躍在中東和歐洲一帶的野牛 這種野牛身形龐大與大象 掌有一對長角 並且力大無窮 約百記三十九章 九至十節 野牛豈肯服侍你 豈肯住在你的曹婆 你豈能用套城 將野牛攏在泥溝之間 他豈肯隨你爬山谷之地 原來神希望祂的教會擁有野牛之力 就如同創世紀中 成為埃及宰相的約室一樣 能擁有掌管和審判全地的能力 摩世就曾這樣描述約室所擁有的祝福和能力 並且對比野牛之角 生命記三十三章十七節 他為牛群中投生的有威嚴 他的角是野牛的角 容易抵觸萬邦直到地極 這角是以法連的漫漫 馬拉西的千千 甚至巴蘭曾這樣描述以色列人出埃及時 所擁有的能力 如同野牛之力 《文數記》二十四章八節 神領他出埃及 他似乎有野牛之力 他要吞吃敵國 截斷他們的骨頭 用箭射透他們 聖經不但形容神的子民擁有野牛之力 並且以色列人是用牛族 作為對神獻上最高等的滯生 所以當你仔細查口聖經 會發現聖經每卷書逢第七章 都是提及這個七的秘密 就是神的完全、完成 也是關於金牛座 用牛族獻制 又或者提到野牛和野牛國的力量 都是地球上最強的因果 例如《葉王記》上第七章記載 所羅門用七年建元殿後 對聖殿裡的各種銅器的描述 例如《兩斤銅柱》 用十二隻銅牛所託的銅海等 《文素記》第七章記載 摩西會默建成後 以色列的十二個支派 每一個支派用一隻牛族 作為獻制 歷代之下第七章記載 所羅門王位剛建成的聖殿 獻上二萬二千隻牛族作為凡祭 而神就在當夜向他顯現 應許他會隨聽這個聖殿的禱告 《以斯拉記》第七章記載 以色列人第二個聖殿的建成 而《出埃及》第七章記載 摩西和阿倫能用神的象行神跡 使象變作蛇 亦能行十災中的第一個災 水變血為時七日 新約《使徒行傳》第七章記載 使徒斯提反順道 為神的國獻上自己的生命 殺下大復興的種子 《希伯萊斯》第七章提到 有關祭師麥基西德 而主耶穌是照著他的等次 永遠為祭師 以自己為祭物 釘在十字架上為世人贖罪 而最後啟示錄第七章 就是記載大災難中 十四萬四千人的出現 他們是神從人間買來的 作初熟果子歸於神和孤陽 並且為神守同身和結淨自己 你渴望得到野牛之力嗎? 原來當你願意為神和神的國 完全毫無保留地獻上自己的生命 年稅、金錢和一切你的所有 神就會為你打開得著野牛之力的秘密 《馬太福音》十九章 二十七至二十九節 彼得就對他說 看啊,我們已經變下所有的跟從你 將來我們要得什麼呢? 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 你們則跟從我的人 到復興的時候 人只坐在他永遠的寶座上 你們也要坐在十二個寶座上 審判以色列十二個支牌 凡為我的名撇下房屋 或是弟兄、姊妹、父親、母親、異女、田地的 必要得著百貝 並且承受永生 tengaigration 並且承受紀念 如果您,它會同時 待會等你 感谢观看